好 怎麼會有問題的這個狀況 都會牽扯到嚴家呢 另外就是 嚴寬恆如果真的住在台中七騎豪宅 錯了嗎 好 但是呢 這個媒體呢 就這個起底喔 原來呢 這個嚴寬恆在台中市的這個七騎 真的有兩間獨棟的豪宅 一間在惠文三街 是獨棟的電梯別墅 60坪 然後裡面有四房三廳 五位三車位啊 現在呢 據說市值是高達5500萬 那是登記在嚴寬恆夫妻的名下 另外呢 則是在西屯區朝桂路的這個豪宅 哇 這個就大了喔 有234坪喔 傳出呢 這個市值上億喔 而且呢 之前是用作嚴家的私人招待所 所以政治評論員溫檔就說 你們批評別人不是在地的 自己卻跑去住七騎 房子還買了18年 等於什麼 等於嚴寬恆26歲就買到這個房子了 這個溫朗多說 他很想問啊 你嚴寬恆怎麼會有錢買得起這個房子呢 但嚴寬恆怎麼說 他說呢 請這些人爆料之前先做好功課 查好資料 說小朋友國高中的時候住七騎 畢業之後就搬回沙路了 而他本人呢 從小學到大學都是住在沙路 他說呢 這一些都是不實的指控 還講喔 我不知道是在跟林靜怡選 還是在跟周玉寇選 還是在跟溫朗東選 溫朗東不要跟著周玉寇學壞了喔 而且嚴寬恆的助理還說呢 嚴寬恆過去確實 曾經在台中市區跟母親 同住過一段時間 只是最近五六年呢才一直住在沙路區 房子呢就在附近住處的這個附近啦喔 所以就問一下這個學偉啦喔 其實呢這個 嚴寬恆最近爆出來的 包括這個試定古蹟的這個事情呢 確實很詭異啦喔 然後裡面竟然發現 嚴寬恆的名字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之外 嚴寬恆其實最近態度也變強硬了 雖然呢這個他們這個 剛剛余將軍說 他是什麼潛水艇戰術 對鄉親啊 這個走溫情路線 可是呢你看對媒體喊話啦 以送指棒對不對 然後好 這個我現在要開始提告了 然後接下來呢 你們媒體人要報我的料 回去回去把功課做好 所以你怎麼看嚴寬恆的 現在整個態度硬起來 嘴巴講說以送指棒的話 依照我對彪哥的那個了解 應該是他是不會真的告啦 他只是嘴巴講一講而已啊 但先恐嚇你再說 但也不算恐嚇啊 他只要是告訴你 他就是表示說 我也不在乎 你繼續說你的 不要太過分就可以啦 所以你也沒看到有人被他告啊 對不對 不過還是急著私底下打電話 跟那些媒體人講要麥克風 是啊 他主要他不是講麥克風 他是說你講的地方有錯 他不是叫你麥克風 因為你這裡說不對 對對對 他願意出來講的話 那當然是個好事嘛 對不對 我常常講說 你今天打黑跟金這些東西 在黑的這個部分的話 他幾乎沒有 沒有出來反反反反 這個回應過嘛 對 他就說我就是黑啊 對不對 為什麼黑 為什麼黑 現在也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黑 可是我沒有魚肉香名啊 而且我都是被動的嘛 對不對 這樣也行 對啊 之前這樣林博文 那個也是主動要來 要他蹭啊 他怎麼可能給你蹭 對不對 所以他剛剛跳出來嘛 鄭民坤那個事情的話 要不是他黑的話 你說鄭民坤有辦法說 從一億降到兩千五百萬 就把他救出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你用兩面的方式去看他啦 不一定說怎麼樣啦 對不對 那可是我比較在意的是一點說 今天你打鹽寬痕打的時候他這麼有錢 這麼什麼七奇什麼東西的話 可是你有沒有聽過鹽寬痕告訴你說 我是庶民我是苦出來 所以我反而覺得葉雲智那天在講說 他曾經辦過磚的話 你真的是越磨越黑啊對不對 他自己從來都沒有講過說 我很打拼 我靠我自己割滑頭水啦 做暗頭對不對 貪到賺到這麼多錢 他從來也沒講過 反而一堆人幫他講說 他以前搬磚塊 他以前幹什麼 你不是說假嗎 你把他害怕死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真的是 包括你看那個那個朱立倫 他現在告訴你說參加那個什麼年輕會 他說如果要升官發財 請加入民進黨 那你國民黨已經很多人升官發財了 對不對 這你在打這個事情是不是都是回力標 所以我覺得你說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他還搞不清楚他問題在哪裡 你要講說在哪裡跌倒 他們不是在哪裡爬起來 他們是乾脆在那邊躺平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很多問題 那你說鹽寬痕講回來 鹽寬痕好了 鹽寬痕這些東西 這些這些錢 我就跟你講 他們現在幾乎是不大願意去做一些來源的說明 可以這樣 不是因為他的訴求 大家都很清楚 你住在哪裡 多大間多小間 平衡的人都知道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起來 哇 你這麼好 很訝異 問題是他在那個地方已經騎了四十幾年了 可是現在 剛才這個其實也提到說也不只殺戮區 這個大烏龍地區 這個烏風什麼這些地方很多也其實尤其烏日 很多外來人口呢 烏日這個外來人口 他們不見得了解喔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的這個中二選區 我一直之前一直在強調說中二選區的選民結構一直在改變 對 所以為什麼3Q會贏 鹽寬痕 對不對 這靠的就是這些選民結構的改變啊 那你說 言清標叫打一次就成章了 你覺得剛才韋航又提到說他這一次他們希望說能夠把票拉到八萬票以上啊 這個才是他們的穩固嘛 因為比較大比較齊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覺醒 那之前在霸3Q的時候他為什麼不不不操兵不一次把票數弄高 對 對那個聲勢不是更強 就是因為他們當初沒有想到這些事情 現在終於發現了 所以他們希望說其實你知道嗎 地方在綁這些條子很厲害 對不對 你都搞不清楚中後 我看那個林靜宇現在開始在跑票對不對 那個什麼市議員幫他帶什麼他出去跑 對 我都很擔心說林靜宇這些在跑票的齁是在默默想你知道嗎 因為你沒有辦法掌握住 問題是這些這些能夠影響到地方選票人士的 包括里長林長或者有影響力的人 到底keyman在哪裡啦 密碟都有這個言清標最清楚嘛 對不對 他還可以電話還可以直接通對不對 如果今天問題出在哪 出在說你顏框橫的努力 夠不夠 因為元清標以前毋庸置疑嘛 你說元清標如果這些事情的話 你打得動他的話齁 那他以前不會出來 每次選舉都六成以上的選票啊 而且他在那邊你看 從里長從議員 從省議員從立委 他即使那個時候 省議員當一屆之後 沒事他回去還能夠當議長 你看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的這個地方經營 你不用去小看他這些啦 你說他這些錢啊 從哪裡來怎麼樣 哎呀說一句腳壞掉 我們在前面跑新聞 地方政治人物你打得這麼凶的話 你要小心後座力啊 對不對 你敢說綠的沒有嗎 對不對 而且政治人物就是這樣嘛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就很簡單的道理嘛 我們舉那個那個那個 銳城堂這個破壞事件 你知道臺灣到目前為止 每個月還有那種古蹟被破壞的 被燒掉的 現在還有到現在還有的 全臺灣的 不是只有這一間而已 對不對啊為什麼 以前這個就是你阻礙到我的利益啊 對不對 而且這種古蹟的話 有還分一二三級 對不對 那你說這個市定古蹟 市定跟國定古蹟又是有差別啊 他覺得說他一定看軟的蹭啦 對不對 這個一定是市定古蹟 而且就是就是 不是很重要的古蹟啊 就其他地方還是有的嘛 那以前的人 以前我們常常知道 在跑新聞就知道 你今天如果劃定這個都市開發區 有沒有 要都更或者是都市開發 沒多久這一片人 他不不搬走對不對 你就莫名其妙突然間 越黑風高的某一天晚上 突然間發生火警 而且那個火警發生的時候 還有人在外面敲樓打鼓叫你趕走 因為不能傷害到人命啊 可是全部把你燒光光 剛剛講到林靜宜有沒有 我舉一個例子 像北大特區 每次只要在土樹三英 就土成樹林三峽英哥這個地區 要選舉的話 他們覺得有一個地區很難打進去 尤其是對於新的候選人來講 那個就是北大特區 為什麼 那你不認識的人誰帶路 剛才余將軍也有講說 烏日那個地區現在也是大樓一棟一棟 那這個住戶這麼多 我戶籍在這邊 你如果沒有人帶路的話 你怎麼打進這個區啊 所以我在跟你講說 現在很多人都在講說 選舉這個陸戰空戰 空戰說實在話對這個地區 我相信影響不大 可是聲量一定會很大 就像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鹽寬 你怎麼這麼好走 你怎麼那樣 鹽清標你以前有什麼 有這麼多空間 可以賺這麼大這麼多錢 這些東西聲量都很大 可是真的實際要落實到你的選票上面 我覺得百條小腳 這才是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且鹽寬恆的努力夠不夠 他有沒有到達鹽清標的六成七成的努力 這個才是未來取決勝負的關鍵